HELLO 大家好,我是Mandy 今天呢是新的一集Monday Duitets 大家周一好 今天呢要來分享的是如何畫素非常綻放的睫毛 初學者來說的話 光睫毛夾翹就讓人很害怕 因為就常常都會夾到肉嘛 如果你今天有這些困擾的話 你一定要一起看今天的影片 今天會從拿東西的角度啊 怎麼去壓眼皮啊 小鏡子要怎麼拿才會讓你的睫毛 就是更容易被看到 所以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進入第一個步驟 記得睫毛夾一定要把它清潔乾淨 因為當你今天睫毛夾不乾淨的時候 它容易黏你的睫毛 我都會拿這種小鏡子去看一些細節 第一個步驟呢就是 稍微的平視前方 或是稍微低一點都可以 然後這時候你睫毛夾進來 壓在你眼皮根部的位置 然後你這樣放進來之後 壓的同時 你的睫毛的上眼瞼的部分 其實就會跑出來 那這時候跑出來的時候 你再去夾它的時候 就一定會夾到根部 就不太會夾到肉 如果你沒有做壓的這個動作的話 其實蠻容易夾到眼皮的 所以在你夾之前 一定要先把你的睫毛找好 找好之後呢 稍微挪一下挪一下 看一下 然後再壓住眼皮 然後再去做夾的這個動作 然後做夾到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可以三段試夾 或是好幾段試夾 但是我就會先著重在於 把我的睫毛根部夾翹 因為睫毛根部翹了之後呢 等一下外面呢 才有機會有漂亮的弧度 不然你就算外面夾得很漂亮 然後根部沒有翹起來的話 那個精神感還是不一樣 這兩邊就會差很多 就是先把我的睫毛根部夾翹 那夾翹之後呢 你可以利用你的睫毛夾 然後再去順這個型 那只有根部是夾最緊 因為一般我們根部時候 可能會壓比較緊 就可能到底了 我們還會再稍微再壓一下 讓他的這個墊片 跟這個鐵片之間呢 可以再更緊密 夾卷翹度的話 其實你就是稍微這樣 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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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讓他是有稍微壓緊就好 不要太用力 因為太用力的話 你的睫毛會有一個奇怪的 就是彎度 所以記得外面的地方的話 就是比較輕壓的方式 然後往外壓壓壓壓 它其實慢慢稍微有一點點弧度 但是我必須說 用壓的方式要壓到很捲翹 其實非常的有難度 是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練習的 東方人的睫毛其實比較容易垂下來 所以我建議這時候大家可以上一些 睫毛的打底膏其實真的就可以撐一整天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沒有上底膏真的超容易垂掉 那上底膏的方式呢 我會把鏡子原本是平式嘛 把它拉比較低 看到我的睫毛根部 那怎麼看到睫毛根部啊 就是一定要抬你的眉毛 為什麼你要抬你的眉毛 抬完你的眉毛 你就會從鏡子看到自己的眼睛的話 就可以看到那個 最白最白的地方 看到那邊的時候就是 比較不容易去把你的睫毛高 碰到你的眼球 所以這時候一定要 鏡子稍微拿比較低 再來的話就是抬眉毛 這樣子就比較不容易戳到眼球 從根部往外上 任何睫毛產品都是記得 是從根部開始 因為我們東方人的睫毛 真的很容易塌掉 所以當你如果是從外面很重的話 它就會直接這樣塌掉 但是當你今天是從根部把它撐起來的話 它就沒有那麼容易去塌掉 前面睫毛的時候啊 其實我會盡量讓它是這樣子刷 中間的時候是這樣子刷 在尾巴的話是這樣子刷 因為你的睫毛 它不是只有很驚訝的這樣站起來 要讓它是綻放的感覺的話 就是記得前中後的角度呢 稍微的調整一下 進去的角度稍微不一樣的話 它的睫毛綻放的就是角度 就會有一點點不同 下一步驟呢是要燙睫毛 因為其實說真的我覺得用夾的方式 達到那個漂亮弧度還是有限 所以這時候燙睫毛器是非常重要 而且我非常推薦大家買這個 榮威老師的這一支燙睫毛器 第一點它是USB的充電 所以完全不用擔心電池抽完沒電的話 你就是要再去買一個新的電池 它直接用USB充就好了 再來是它的溫度有兩段式 按第一段的時候比較低溫的 然後如果你是比較熟悉的人 可以按兩下它就會變比較高溫的 燙睫毛器怎麼使用呢 其實一樣我會先從根部開始 它放的方式其實跟上睫毛膏有一點像 所以我們就把鏡子放在下面 然後一樣眉毛抬 抬之後我們的燙睫毛器進來 我們就先從根部開始 我會從厚三分之一這樣 稍微停留5到10秒的時間 其實有時候睫毛夾的長度不夠長 弧度沒有符合我們自己的眼型的時候 其實常常會漏掉一些前後的部分 所以燙睫毛器很方便 就是它不管是哪一個角握 它其實都可以去把它躺起來 好那睫毛根部再躺一次喔 好那再來是中段的睫毛 好心妙的時間 好然後 內角的話你的手勢呢就要稍微換一下 可能就要稍微這樣交叉 對啊 我是喜歡這樣子卡住 這樣卡住的話 其實它就有一個支點 就比較不會抖 所以就是你可以這樣 用一個支點然後這樣 去燙內睫毛根部 接下來要燙它的第二三段 就是外面那種 睫毛捲翹回來的感覺 那它捲翹回來的感覺 就不是只是這樣子稍微的熱熱的放在上面喔 你要稍微做一些壓的動作 這時候你其實盡量讓你的眼皮 離你的睫毛越遠越好 鏡子可以盡量低沒有關係 好你看吧它現在就是有一個自然漂亮的弧度在這邊 然後我從這邊看的時候 它不是那種這樣子 很像被嚇到的睫毛 它是有一個漂亮的弧度在 那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歡一款睫毛膏呢 是Canmake他們家的睫毛膏 你看它的這個頭 超級細 而且它不會有太多的纖維 所以今天如果你 睫毛超容易捶的人 真的不太建議你買那種 纖維含量很高的睫毛膏 雖然會覺得很濃很濃密 但是呢相對它也會讓你的睫毛比較容易捶下來 就會看起來比較沒有精神 所以記得呢 其實可以選擇一款沒有什麼纖維的睫毛膏 這時候它會對你的睫毛進行的就是單根的加粗 就是讓你的睫毛看起來比較深一點點 一樣呢我也是從睫毛的根部開始上 那一樣再一次捶的人呢 一定要把你的睫毛分兩段上 先上睫毛根部再上外圍 先讓根部乾掉之後呢 張子年的睫毛才不容易捶下來 前面的地方呢我會建議你就是 剛剛這邊都是這樣子這樣 那前面一樣是要往前拉 現在睫毛根部上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上外面 然後再將睫毛在一起 完全放在一起 下一步 就算可以 之後就會把它捶出來 現在就我也在用一步 行 這可以是一步 等一度 再次進來 到來 我們可以在一起 刷完睫毛之後你會發現有一些地方啊 可能沒有想像中的捲翹度這麼明顯的話 可以再用燙睫毛器回去壓它 下睫毛的方式呢其實跟上睫毛是非常非常類似 一樣也會建議要使用打底膏 那今天如果你的睫毛是越往上漲的人 你可能看的角度可能要越上面 因為這樣你還可以看到你的睫毛 但如果今天你的睫毛原本就是比較往下漲的話 其實你不用抬那麼高其實就看得到了 那我這個角度呢其實我就看得到我的下睫毛 這時候我就是開始稍微的梳它 那一樣梳的話稍微有一個角度 這樣子是往外 然後這邊是下面 那前面的話有一點這樣 用完睫毛了 但我一樣會最後會再用燙睫毛器稍微去整理一下它 因為我發現我的睫毛如果一樣是稍微比較捲翹的 不是直接這樣往下塌的話 它其實不容易暈染 稍微做一下 回壓的動作 看一下側邊 側邊它的捲翹跟圓弧度就會比較明顯一點 好我們來看另外一邊完全素顏的這一支 就是它就會沒有東西嘛 順便也比較一下 就是單純如果夾睫毛跟 有燙的睫毛的那弧度來做一些比較 所以它從側面看它的角度呢 就會是比較 就是根部 翹了 但是其他地方呢 還沒有完整的有個圓弧在 那最後一個小秘訣呢 其實就是在你上完睫毛之後 在眼尾的地方加非常非常 弱有四五的眼線 就是 有點像它是你的 睫毛的一個延伸感 那我上的位置呢 其實就是會先看到我的睫毛根部的尾端在哪裡 那從那邊稍微拉一點點眼線出來就可以了 我會先把尾端的地方稍微填一點點 填滿一點點 這邊稍微填滿 填滿之後呢 我再把它稍微往外延伸 稍微往外延伸之後 就再把它稍微往上敲一點點 就完成我的睫毛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睫毛分享 希望你會喜歡這樣的影片 如果有關於什麼任何Beauty Tips 想要知道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給我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拜拜